常常颱風是直撲整個北台灣而來 所以像是新北市現在就已經拉高 為層級為一級開設 那麼其實光是像是淡水 這邊呢 因為是減年河岸的關係 所以相關的防災措施 也是需要來特別注意 尤其是相關的公務人員 他們其實也都是24小時 來坐鎮在災害疫病中心 帶你來瞭解一下相關的防災措施 我們災害疫病中心 從昨天一級開設之後 我們公所所有的主管還有相關同仁 就已經留守在公所了 那從疫病中心成立之後 我們在淡水河邊 我們有堆滋了八個點 有堆滋了五百多個沙包 讓這些店家可以取用 那同時我們相關的這些搶災工程的廠商 還有包括這個綠美化的搶災的廠商 要將近五十多個人 我相信有三十多個吸機具 都已經在周邊來待命 好 那麼其實氣象局也示警 因為颱風的走向關係 所以越晚風雨會有越大的趨勢 所以一直到明天清晨 暴風圈逐漸遠離之後 都還是需要來隨時做好戒備 以上現場掌握到前衣消息 哈囉 我是謝嘉璇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